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在哪里语言 因为上一次好像分享了消肿大法 然后大家都 就是对我的消肿大法 颇有兴趣吧 然后这一次呢 我就想跟大家多分享一些 我其他的一些消肿大法 其实呢 为什么我对于消肿这么的执着 因为人在上镜的时候 镜头会把脸拉宽 所以呢 脸部紧致 然后再加上下额线这边比较清晰 这样子会更上镜一些 其实我每一次化妆前 都会做一个消肿按摩 而且我会带一个比较方便的仪器 就是类似于这种 它有完整体是这个样子的 一般会带这种 就是自带精华的美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反正我之前听到了以后 我就觉得 那应该会很方便吧 这样不用会又带精华 然后又带美容液 也可能有的人包里 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空间 然后包括也有时候 可能会忘记带 所以这种就是 直接穿到包里就很方便 它是有这种按摩头的 就是这样 你看也是这种微电流 这种切割面的材质 然后你按这里的话 它的精华就会出来 然后你接触到脸上的时候 你有听到这个声音吗 它就会 它如果感知到你的脸 它就会自己的开始 有微电流的这个 动作来帮你进行消肿 它不是那种很电的那种 是微电流 就是不会把你电到脸抽筋 是属于比较舒服的按摩方式 这个精华里 其实它是有那种成分在 对于淡化细纹 还有皮肤紧致 还有比如说熬夜啊 你的脸色暗黄啊 都会有一个改善 就是在你这个微电流 按摩的同时 它也会促进这个精华的吸收 我为了给大家展示方便 就直接上了 其实一般你看啊 就是把它 这个精华 慢慢的给它 涂好 然后再一点一点 按 就这样提拉 你就可以用它这个 自带的按摩头去按摩 这种就很方便 我们自己进行脸部按摩 就自己在家里就很方便 还有一点 其实可能你们没有发现 因为我这在按字操作 就它这有一个 小小的这个部分 然后你一按 它就会自己震动 就你要去按它 这样它这个按摩头就会动 就可以开始提拉你的 苹果肌 法令纹 等等这些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 但是我这样肉眼可见 看镜子真的是区别很大 通常我就会一遍一遍 这样慢慢慢慢的 给它消水肿 其实我有时候都很头来 我就直接往脸上一按 你这样来回的 这样一遍一遍的去消 一遍也去消 慢慢你就会发现 可能脸部水肿就会 没有那么肿了 主要是我觉得 它脸部线条提升的 会很明显 平时我也会把它随身携带 就比如说你到现场的时候 很方便 你上妆之前 然后来一个全脸消肿 比如说你洗个妆以后 你也可以这样 你就只想推一个精华 可能那时候已经消肿了 也可以做一个脸部提升的按摩 主要是这个很搞笑的是什么 他们总是看到我 用了这个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还会动 为什么也不用插电 然后他们就有问我 然后现在我已经种草了 很多很多的人了 然后也借这个机会 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去工作啦 拜拜